一直有一種說法 說這個加油站 在進新的有的時候 那一段期間你不要去加油 因為這個油裡面沉澱物 可能會有翻角 你可能會加到品質比較差 甚至影響到你車的 這些安全的品質 但是現在有個中油站的 這個加油站的前員工 出來爆料 他說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但事實上不是 真正影響最大的時候 是地震的時候 甚至他還附了一張照片 比較輕的這個 是在地震 非地震的時間 比較混濁的是地震之後 他們去拍真的是震起來 整個看起來比較混濁 而且有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如果經過濾芯的時候 就會被這些髒污給堵死 那還必須要去檢查 油槍有沒有受到影響 油的品質有沒有變混濁 如果前陣子餘震比較多的時候 甚至他們的濾芯 半天就要換了 至於剛剛講到說 洩油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同樣的狀況 但前員工說沒有 其實影響不是很大 還有一個狀況 停電的時候不能加油 為什麼 很簡單 那個加油的那一台不能動 所以 那加油現在告訴大家 下週汽油預估要降一腳 所以要加油的自己要注意這個時間 那汽油是不是有保存期限 確實有 而且它會影響到你的品質 這個隱期會造成破壞 保存期限三個月 所以你不要家裡有之後 這麼長時間沒有去動它 那甚至加油的時候 有些人真的是還滿厲害的 不信邪 就是他19年來加油 從來都沒有熄火 那網友就說 吳湯千萬不要這樣做 請教原知 有幾個加油的忍知識 其實還滿實用的 譬如說有人在問說 是不是那個油 你放太久 汽車沒有發動或什麼之類 會對汽車有影響 真的 有 那個汽車達人說是有 因為有一個小編 他曾經就是車子 機車放了兩個月 沒辦法發動 然後有點壞掉 機車行幫他換了一桶新的汽油 就好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個汽油放太久 它會氧化 氧化之後會有些膠質 那個膠質會變粘稠狀 它就會影響那個工油的 像什麼公譜 噴嘴 就會造堵塞 就有點像是膽固醇 太高 然後就造成堵塞這樣子 但是是每一台車狀況不太一樣 就要看你那個油 它存放的環境的狀態 譬如說高溫的話 就比較容易會受到影響 或者是濕度比較高 所以有些人就建議說 假設你有一段時間 沒有要開車或騎車 那你把車子停在那種 比較陰暗的地方 就避免陽光直射 這個部分聽會大家 另外剛剛講說為什麼 地震之後不要去加油 那是因為地震完之後 那個沉澱會翻角 翻角也會影響 然後另外就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加油的時候一定要熄火 甚至於手機都不要太用 為什麼 因為加油的時候 那個周邊會有一些油氣 油氣如果不小心 有一些藍物的話 會影響會滿大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不過美國現在有一個動作 就是從2022年現在 他們把這些戰備的儲油 又把它回購了 所以一回購 大家敏感的人直覺就是說 台海要做戰爭的準備了嗎 他們現在大概每300萬桶增加到 這個450萬桶 要把它認成一個 這個大概中型煉油廠的一個需求 大家就直接有疑惑 是不是要幫區域的戰爭做一個準備 有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現在油價小漲 OPEC說需求會持續增加 金價跌了1%被獲利了結 那現在有人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央韓從過去一段時間 不斷的在買黃金 而且買的比例數量越來越高 有人發現說奇怪 你5月到底買多少 你蓋牌了 不公布了 前面都有公布 這麼十幾二十個月 你通通都有公布 5月份你為什麼偷偷蓋牌 也是要配合打仗嗎 還是你要影響金價 有相關的這些總裁 就出來告訴大家 很簡單 他偷偷買蓋牌之後 這個對金價大家摸不著邊 所以金價就不太容易漲 還真的是這樣 這個中國5月沒有報備 他的這一些黃金的儲量 到底有多少跟4月 這個報備七千兩百八十萬的盎司 跟4月這個持品 所以金價是不是最近 就比較沒有受到 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那FED他維持利率不變 黃金因此來收紅 還有包括大家也發現說 以色列戰爭現在打 是不是打得越來越花錢 尤其他這個反制的時候 第一天一個晚上就燒了400億 所以是不是不要花這種太高科技的 就出現了這個投石機 直接來看到 這不是古代的戰爭畫面 這是現在的以色列的戰場 這個以前戲劇裡面 中古時代才有的投石機 結果現在又重出江湖的 是不是打到真的沒有錢 有人懷疑他是不是要節省 戰爭的成本 甚至有這個弓箭的作戰 哈馬斯也設這個煤氣筒 來做這個轟炸 請教兵哥 其實美國回除這個戰略儲備石油 是既定的政策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因為俄物戰爭的關係 那時候他們就要去制裁俄羅斯 所以造成歐洲這些國家 他的相關的原油這些東西 大量減少 所以美國當初承諾 是把他的戰略儲備拿出來給大家用 可是那不是真的只是給他們用 總是要補回來 那個是賣給他們 所以美國大賺了一票 然後現在趁低價再補回來 這也是一門生意啊 對啊 就是一門生意啊 所以美國是大賺了一票補回來 所以這不是為了戰爭準備 這叫獲利了結 所以希望不要下一批是 因為我們的獲利了結 對 我不希望是這樣 那中國大陸他一直在買黃金 已經買了好幾年 對 他一直不斷的在做這件事情 那很多人在懷疑說 你儲備黃金是幹嘛 你要發用戰爭嗎 其實不是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中國大陸的黃金儲備太少 他的黃金儲備跟美國 遠遠不能相比 你要知道他的GDP 是美國現在差不多一半左右 總體GDP一半左右 可是他黃金儲備 你美國四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他 就比例上不符了 是啊 所以他如果要穩定他的經濟的話 他的黃金儲備 本來就是非常重要 那為什麼他五月是不是要蓋牌 我相信他一定有買 那為什麼不公布呢 我認為應該跟他想要調節金價有關 那可是問題是 你說要能夠大規模買進 然後又不被整個市場知道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 因為你去拿 從哪裡升 除非你自己挖到金礦 不然怎麼可能市場上 完全沒有風升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先 暫時穩定一下 因為他可能怕金價會長得太快 所以再做這樣一個調節 至於以色列為什麼要用投石機 其實大家看到他攻擊的距離沒有 其實很簡單 你看那個距離其實很短 他那個投石機 大概只能丟個二三十公尺而已 其實一點都不遠 我覺得好像就在旁邊掉下來這樣 對 他就是從那個牆那邊丟過去而已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 你想想看 那個這麼短的距離 你要用什麼東西丟 沒有什麼高科技武器 能夠協助你丟這個東西 所以他只能這樣丟 就是我要丟到這麼近的叢林裡面 那為什麼要丟到叢林裡面 因為他懷疑就是這些 曾祖黨哈馬斯會潛伏在這些地方 所以他就直接用這種方式丟 那之後用比較便宜 因為你要其實大家要了解 現代戰爭真是貴的嚇死人 大家都打不起 光是一個烏二戰爭 你知道他們戰場上損失的無人機 是以數千架 現在可能都破萬架計 那隨便一架 他們一開始用美國了 一架隨便都幾萬塊美金 你想想看那還得了 怎麼損失 那同樣以色列鐵窮 雖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防空飛彈系統之一 他每天這樣打也經不起 像前兩天真主黨一口氣 就射了兩三百枚火箭彈過來 那他一個一個去防禦 你一顆算他五萬塊美金就好了 一百顆要多少錢 所以你一直持續打了半年下來 老實講以色列不節省開支也不行 那至於哈馬斯 他是應該就是真的 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就是客難型了 就手便有什麼就打什麼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來